现在来到台二县 经过石门区腹肌渔馆 可以见到知名的景点 婚纱广场旁的公车后车亭 特别的不一样 有别于沿途的红砖建筑风格 公车后车亭 今年石门区公所 特别运用城乡风貌计划的机会 将腹肌渔港站重新换了色调 蓝色白色相间的配色 搭配一旁的婚纱广场 纯白色的风格 一起在海岸线旁制造浪漫 那公所现在正在进行 那个城乡风貌的工程 那有好几个地方 那在婚纱广场的部分 因为婚纱广场 它主要是以白色系为主 那我们的旁边有一个公车站 它是专照的 但是它是红色 那两个看起来不是很协调大调 那所以在这次我们城乡风貌里面 我们就把它改期成白色为主 然后搭配一点蓝色 那我们希望可以跟这个婚纱广场 两边的环境 可以更一致更协调 石门区公所表示 由公所来维护管理的公车后车厅 都是一般的红砖建材 扮开放式的建筑 而这样子的风格 与纯白浪漫的婚纱广场 有些不搭配 为了要跟婚纱广场 一起来展现幸福的氛围 特别帮后车厅换个风格 也换个颜色 就看起来就是室友比较舒服一点 对啊 你觉得有没有跟旁边 那婚纱广场相互比较 呃有点搭啦 因为有点那个 就是欧风的那种感觉 我也不会讲啦 因为它那边有点那个像希腊那种风景嘛 可以见到腹肌渝港站的后车厅 一样是专照建筑 但是经由重新上色 白底蓝边的色调 就可以跟新人游客最爱的浪漫的婚纱广场 一起来制造浪漫 而石门区公所 借由最经济 以及便利的方式 打造焕燃一新的幸福后车厅 也欢迎民众一同前来制造浪漫 记者廖品涵 石门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